订婚宴上,叫我阿姨这么急着改口,女孩子要自重,准婆婆冷哼一声,根本不打算接我递过来的茶,为了给我下马威,她声音特别大,周围的亲朋都凑了过来,看热闹,上一世,也是这样,我被羞辱得涨红了脸,还要低头认错, 可我的退让和懦弱,换来的却是老公一家变本加厉的轻视与虐待,这样的痛苦,持续到我女儿死的那一刹那,我吐了一口血晕了过去,再睁眼,竟然重生回到五年前,我看着一脸尖酸刻薄的准婆婆笑了笑,沉,啊,咦,原来你是续贤啊, 你自己也知道,配不上这一声妈呢,准婆婆刚刚以为压了我一头,正得意,没想到我会转了性子讽刺她,刚想要发飙,我接着说,给脸不要脸,什么东西,本来坐在我身边的男朋友,看我受侮辱时装哑巴,看他妈背对,可是急坏了,你懂不懂尊卑,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我手上的茶杯正好没处放,一下全泼到男朋友的西装上,这身西装是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的,后来她竟然穿着去勾搭富婆,说她的没说你,着急了是吧? 你长个男人头,一点男人是不干,连自己女人都护不住,这是下我面子吗? 你妈,啊不,你小妈是看不起你,连带着骂你呢? 男朋友被我的连珠炮给骂蒙了,如果人少点,我相信她那钻紧的拳套就已经打到我脸上了,妈保佑家暴,我婚后没少被她折磨,现在在她同事和亲戚面前,骂她都是轻的,小姑子赶紧扔下酒杯来打圆场。 哎呀,好嫂子别生气,我妈那是教你道理呢,还是让她先教你吧,做小三是不道德的。 上一世,小姑子做小三打胎,还是我伺候的小月子,可我想跟她借钱给我女儿治病的时候,她却说早死早超生,这一家子都是没有心肝的畜生,我越战越勇,视线对上了准公公, 可她赶紧错开,不敢看我,又色又耸的老混蛋,我也懒得理她,订婚宴被我搅得天翻地覆,我满意地看着理三层外三层的朋友,同事,亲戚们,这些人脸上的表情可太精彩了,八卦,兴奋,嘲笑,我挤开人群,站到主席台上,各位,订婚宴取消。 请各位去陈阿姨那里,把份子钱领回去,陈家要举行订婚宴,也是为了多收一次份子钱,有我在,就别想如愿。 在陈家人的咒骂声中,我直接回了父母家,跪在二老面前认错,上一世爸妈就不同意我嫁给陈飞,妈妈气得都住院了。 后来我女儿生病,陈飞家暴又出轨,我走投无路,爸妈把房子卖了帮我,辛苦一辈子,老来还要租住在城乡结合部四面透风的小瓦房里,妈,我错了。 如果不是中活一世,我都不知道妈妈的怀抱这么温暖,爸爸嘴硬心软,边数落我边换鞋,说要去买菜吃顿好的,庆祝我弃暗投名。 我们一家正开开心心的团员,陈飞他妈就找上门了,这时候,我收到了陈飞的微信,他跟我道歉,说今天他妈做的确实不对,让我原谅他,我知道陈飞不是不舍得我,而是不能放弃马上就到手的房子。 上班后,爸妈用积蓄给我在公司旁边买了一套小房子,现在已经升职不少,上一世我和陈飞结婚后,被哄着卖了房子,用这些钱在郊区买了一套大的和公婆住,还背着我写了他父母的名字,废话一堆,我怎么可能再重蹈覆辙呢,正想要拉黑他。 门外传来了陈飞他妈的叫喊,蒋小,你滚出来,敢让我们家这么丢脸? 我们家房道门被拍得啪啪响,好几户邻居都探头出来看热闹,我不找他们麻烦,他们却要来咄咄逼人,儿子和老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想把我再逼回狼窝里去,那我就让你们全家把路都走绝。 我爸妈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种泼妇,不让我开门,爸妈,放心吧,我能处理。 我回想了一下上辈子的惨状,酝酿了些眼泪后打开门,陈阿姨,婚姻自由,你别强迫我跟你儿子结婚了,行吗? 我话软却手硬,抓着他胳膊就往死里掐,哎呀,疼死我了,你个小婊子。 陈飞他妈更生气了,伪装不住的脏话满天飞,让邻居听了,都连连摇头,还有挺多帮腔的,说看不惯他欺负我一个小姑娘,陈飞他妈看嘴上占不到便宜,一口牙咬碎,想嫁给我儿子,你也配。 她可是研究生,你把今天酒席的尾款还给我。 三万,终于说到重点了啊,我假装为难又惧怕她的样子,咬着嘴唇答应,好,给我两天时间,我凑齐了就给你送过去。 放心吧,我的恶婆婆,我不但送钱,还会给你送个大惊喜。 我跟爸妈借了三万块钱,爸妈生活节俭,这笔钱对于他们也不是小数目,但爸爸说,不给钱,陈家不会放过我。 只有我知道,这笔钱,是送陈家人上西天的路费,我静静等待着两天后,星期三的到来。 这两天间,陈飞不断给我发微信,回忆我们以前恋爱的往事,说他对我怎么怎么好,我简直恶心地要吐了,见我还不愿意回头,他骄傲地说他考工面试,以第一名成绩通过了,就等正审了,什么。 上一世陈飞也考工了,但是面试却没有过,所以才去公司上班的,看来因为我的重生,也影响了其他人命运的轨迹,想上岸,做你的春秋大梦。 终于等到了周三,我早早就在陈飞家楼层内的消防通道等着,陈飞他妈,每两周的周三上午,都要去医院开高血压药,一来一回,最少一个多小时。 果然,没多久,陈飞他妈就出门了,隔了都没五分钟,陈飞他爸就进了隔壁撬寡妇的门,听到房间里传来难耐的喘息声后,我火速跑下楼,揽住了陈飞他妈。 阿姨,我来送钱,我把厚厚的信封递过去,哼,算你识相,陈飞他妈赶紧抢过去,吐着吐沫数完钱,转身就往回走,我就知道。 这么多钱,他不放心随身带着的,肯定要放回家,家里的隔音又不好,哎呀啊,我等一下要好好欣赏,这修罗厂的惨状,果然半个小时后,警车就来了,陈飞他妈满脸的抓痕,头发也被薅掉一大块,上衣一条条的勉强挂在身上,但俏寡妇更惨,是被救护车带走的。 妈,那女人要告你伤人,我这回正身肯定没戏了,你把我前途都毁了。 陈飞颓废地抓着头发,带着怨气的口水,全都喷到了他妈脸上,陈飞他妈一听。 吓坏了,但并不是怕儿子前途尽毁,那我会不会坐牢啊,妈妈年纪大了,我可不能坐牢。 咱们赔钱吧,小姑子赶紧插嘴,家里哪有钱啊,嫂子,求你帮帮我们吧。 妈妈坐牢,哥哥失业都没见他着急,一提前他比谁都急,因为我不出钱的话,这个重男轻女的妈肯定又要压榨他了。 呵,我冷眼看着这自私自利的一家人,不过,我来警察局也不只是看热闹,更是为了让陈飞回归他的生命轨迹,我想想办法吧。 我要让他们以为我真跟以前一样,圣母心泛滥,毕竟上一世,那个豪门阔太太,还等着他去安慰呢,我托朋友找了个实习律师,经验捉襟见肘,就这样还因为犯了错。 刚被事务所开除,简直是来配合我的天选律师,对我给出的低廉报酬,他十分满意,要说有什么不好,就是他尚未泯灭的职业道德,还隐隐作祟。 姐,我还是觉得不合适,毕竟是你前男友的妈,要这么搞吗? 跟你说啊,拿人钱,办人事,就完了。 在他第三次提起时,我终于不耐烦,当场把和律师费差不多的钱赚给他,他眸子反光,马上接收,就当是封口费。 他点头,说这个我懂,没错,我确实费尽心思,帮陈飞他们家找了个律师,不过,律师的任务是争取败诉,依我看,以陈飞他妈伤人的力道, 加上这位律师的基本水平,正常发挥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总体来说,钱省下不少,剩下的还有其他用,我给我妈一万块钱,让她帮个忙,是半成后,我妈异常兴奋。 给我打了一晚上电话汇报情况,我妈撬开陈飞家对门,一眼认出伤害美好的寡妇,一进屋,我妈拉着那寡妇,像十年没见的小姐妹,坐进沙发聊起来,说起陈飞他妈。 两个人同仇敌忌,俏寡妇从我妈嘴里得知,头一天,陈飞他妈刚来我家门口辱骂,还敲诈走三万块钱,她还特地强调,自己是背着女儿来的,只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俏寡妇表示理解,委屈又涌上来,可惜我丈夫死得早,受了气都没人撑腰。 听我妈学她说话,我塌了口气,她丈夫要是在,也不会为这种事替她撑腰,我妈叫我别打岔,说人家要不是丈夫没了,也不会做这事,我妈跟寡妇说,这次来,是拜托她不要和解,一定要把陈飞他妈送进牢里为止。 可笑寡妇担心医药费没人给报,这时,我妈从怀里掏出信封,递到她手里,不够再说,你的医药费我掏了。 我妈假装大方,心却疼得低血,这一万块钱,干什么不行啊? 好在我妈在犹豫,也认可这件事的重要,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寡妇虽然觉得不合适,但看我妈十分坚决,也想出一口恶气,事情就这样说定。 我带律师到陈飞家时,没人不皱着眉头,小律师正了解情况,陈飞又急了,当着我们的面数落他爸,但不是什么晚节不保,不洁身自好,而是骂他爸笨,居然被现场捉奸,见小律师三官被震碎的表情,我微微一笑。 他们家的烂事,我都见怪不怪了,毕竟陈飞也是给富婆投怀送抱的人,对他来说,道德不在他的审视范围内,小姑子瞪了陈飞和他爸一眼,拉住我的胳膊,多亏你了,这律师靠谱是吧? 有资格证的,不然没法从业,专门托朋友找的。 我温吞地吐出每个字,扮演着柔弱的奉献角色,我一个字的谎都没撒,虽然动机是另一回事,小姑子点点头,愿他爸不争气,静丢人,我实在不想听,带小律师离开了。 姐,你是明智的。 我忽然发现,自己做的事是这么有意义。 我拍拍小律师的肩膀,如此可叫,事情跟预想的一样顺利,寡妇拿出各种证明,但就是不接受私了,也多亏我妈,天天给她打电话拱火,小律师放放水,甚至一不小心站到对方立场说话,陈飞他妈更是神助攻,连句道歉也不说, 认为应该是对方求他原谅,结果,把自己送进了大牢,虽然时间不长,但足以让他见识面,吃苦头了,陈飞哭了,眼泪啪哒啪哒地流,不是为他的小妈,而是为自己的正审失败,我忍着恶心,手扶到他肩上,别难过了,也是天意,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除了我,你聪明能干,只要振作起来,没什么做不成的,你真这么认为? 我点头,坚定地望着他,我知道他心里有个创业的种子,我要做的,就是给他浇水,让他发芽,毕竟只有创业,才能遇见那个富婆,陈飞一直是这么个人,野心大, 但胆子小,做事沉不下心,总盼着一夜暴富 一个月里,我天天跑到陈飞身边陪他,从他彻底无缘公务员,到渐渐振作精神,都是你的功劳 陈飞的脸上又现出油腻的光泽,不过他说的对,要不是我每天无脑捧他,他不可能这么快充满希望,出现自己能大干一场的错觉 时间的轮盘有点错位,我估算,创业时间会比前一世提前三年,不过无妨,早点遇见,早点结果,更好,我就当顺手做好事,让那孩子早点康复,上一世 陈飞做的是珠宝行当,得益于不错的设计师,走上小众高端路线,但以陈飞的扒皮本性,留不住人才,设计师一流失 只能靠抄袭国外珠宝初心,眼光毒辣,见多识广的富人客户 最受不了东施孝平,果断舍弃 不过那会,陈飞已经勾搭上了富婆,心也不放在创业上了 只要能报复,方氏对他可没什么区别 我根据前世的回忆,提供陈飞珠宝设计创意,他动心了,只不过命运的齿轮里,好像卡了个石子,出现了随机事件 一天,陈飞兴奋地说,他遇见个人,和自己一排集合,决定进军室内加装设计领域 什么?我差点喊出来,我压住满脸问号,咬着牙说好样的 遇见富婆的路径,看来要变个路数,这是在考验我 我来到富婆家附近,看着他的三层小洋楼,豪华的没有装修的余地,前一世他出轨,我俩闹离婚 他带我来到这,让我做他情人,真想催上一口,还真不行 富婆从不远处宽宽走来,旁边是保姆,手推着婴儿车 我若无其事,迎着他们走去,我们擦肩而过 然而,身后转来质问,你刚才在我家附近看什么呢? 富婆双手在胸前交叉,他富台,个子又高,气势上就赢了,这是您家 对不起,我是学装修设计的,最近准备创业 看这里装修得最好,所以多学习了下 我表现出学生的谦卑,他脸上倒有一丝自豪,嘴角向上翘起几度 这要巧呢,正说给孩子弄间婴儿房呢 保姆接过了话茬,行了 富婆翻了个白眼,保姆立马闭嘴陪笑 可这个好消息,我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只是我快步走到婴儿车前,推车里的那个孩子 太像我上一世的女儿了 眉眼,鼻子,头发的颜色,都像 我一时有些糊涂,鼻头发酸 这是你家孩子 是男孩 对,大胖小子 保姆喜笑颜开 他知道这么说,能拨女主人开心 突然,小孩哭起来,我如惊醒一般 他确实不是我的孩子 他的声音和哭起来的模样是完全不同的 走了走了 保姆抱起孩子,富婆催促他 远离我这个吓哭他儿子的人 我让到一旁,看他们经过 回去之后,我跟陈飞说 围绕儿童房的家装设计还有市场缺口 而且盈利空间很大 他却犯了难,说最近筹备公司需要很多钱 不用他说,我也知道,和上一世一样 他琢磨怎么从我这拿钱,看他支支吾吾的不痛快 我干脆替他说了,你的钱不够 需要我帮你吗 他连说不合适,哪有跟女人要钱的 但笑得眼角挤出三道文 我称怪他见外,假装伤心 别过头去,他马上拉着我的手,激动起来 当时订婚闹出那样的事,我才不敢提钱的事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我垂着眼,望向地面,羞涩地点点头 他搓着手,连说三遍太好了 当然,不是娶我太好了 而是娶我之后,可以骗我卖房 卖房的钱可就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上一世,他骗走我全部的钱,买了新房 但房本写了他爸妈的名字 我知道陈飞急着用钱 所以他问我,什么时候能结婚 我假装想了想 结婚有很多要准备的 慢慢来,不急 他双手还在揉搓 好像沾了什么脏东西 你还需要多少钱? 一百万 可,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你父母不是给你在公司附近买了房子 陈飞真是一点钓鱼的耐心都没有 急着说出真实想法 他又解释自己并没别的意思 只是偶然想到 如果我不愿意 就当他什么都没说 这是大事 我得回去商量商量 这不是给你买的房子吗? 你也知道 你爸妈不喜欢我 他希望我能一个人拿了主意 他又说 我们就要结婚了 他创业成功 富裕的是我们两个 这些钱只是小钱 以后想买多少套房子都可以 陈飞还挺会画大饼 或许是我给他的鼓励太过头了 我也是因为真的爱你 才说这些话 你会不会变心? 不会 不然我要怎么证明? 我想尽快娶你 终于说到正题了 咱们婚前体检吧 什么意思? 上一世他全家 要求我婚前体检 怕我有什么问题 我也因此拿到他的体检报告 知道他的各种配型 和富婆患肾病的儿子一样 可那已经太晚了 我告诉陈飞 自己骨子里是传统的女人 希望结婚之后生养孩子 而她可以在外闯荡 而婚前体检 就是我的定心服 马上功成名就 家里还有个相夫教子的傻老婆 陈飞还能想到比这更好的事吗? 她立刻点点头 作为交换 陈飞提醒我 别忘了考虑卖房的事 体检报告拿到手里 我踏实了 我选了最权最贵的体检项目 里面的数据将来都用得到 以上一世的时间表来看 那小孩要过几个月 才开始患肾病 一年后逐渐肾衰竭 那时候 他就要等待患肾了 陈飞 我帮你 做你能做的唯一好事吧 我还是和父母商量了 他们想发了疯 说我要卖房 他们就自杀 这当然是假的 我怎么可能还想卖房 陈飞相当失望 发了一顿火 顺便用脏话问候我爸妈 我压下愤怒 等他说完 结婚之后应该没问题 现在还不行 他一听 态度立刻和缓 转变成一副央求的语气 可你也知道 我现在缺钱 咱们现在就结婚得了 你好像只是为了钱和我结婚 他干咳一声 露出笑容 满脸都是被说穿的尴尬 说什么呢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告诉他 我还有个主意 可以拿到很多钱 一直犹豫 要不要告诉他 他大概也想转移话题 叫我快说 你爸妈的房 你考虑过吗 他反感地皱了下眉头 但没有反驳 我告诉他 他父母的房子 没什么生殖空间 现在是卖出的最好时候 他妹妹 是陈飞他爸和小妈的亲生闺女 以后分房的时候 他未必真能和她美平均分 现在 后妈入狱 就是最好的机会 你爸向来宠你 碍于你后妈 才表现的一碗水端平 陈飞居然觉得有道理 点点头 我提醒他 他是要创业赚大钱的男人 这点钱只是用来周转 以后有钱了 给他爸买别墅都行 我学陈飞 给他也来个大饼 重要的是 先把你本来应该得到的部分 给争取到 我意味深长 把每个字放慢速度 说给他听 行了 这是你就甭管了 他有点警惕 变得倒真快 这回又怕我分他的羹了 他得先把他爸的钱 搞到自己手里 我要再提结婚 想缓一缓的就是他了 过节 陈飞带我去他家 陈飞说 已经和他爸提过卖房的事了 只是他爸还没考虑好 他想在他爸面前 表现出 我俩快要结婚 给他爸报孙子的景象 我当然照做 还提了很多东西送过去 趁陈飞上厕所 小姑子拉我到一旁 听说 我哥要我爸卖房 我木讷的点头 谁叫我一直 就是个傻大姐形象 不然这精明的小姑子 也不会来问我 他要创业吗 正好是缺钱的时候 我补了一句 引他接着问 他说 这倒是知道 只不过不知道 钱怎么分 分 不是全都 我装作说错话 捂住了嘴 小姑子眼里的光 像针一样射过来 我马上摇头 说自己不太懂 是瞎说的 陈飞他爸一向重男轻女 虽然陈飞和他妹 都是亲生的 但对陈飞的宠爱 自然超过他妹 小姑子此时 又没有他妈撑腰 心里慌得很 我知道 他是怕钱 都到了他哥手里 爸 拿这么多东西 吃坏了 您怎么办 看见陈飞回来 小姑子阴阳怪气地说 总比白吃白住的墙 多带了 连孝敬老人都不会 我这是 常年照顾爸妈 陈飞和他妹一点就着 不甘示弱 我获悉你 两边劝 我越劝 他们越觉得自己应该生气 从他们家出来 陈飞还在气头上 数落他妹心思不振 埋怨他爸屁都不放 我告诉陈飞 小姑子跟我打听房子去向 他一听更急了 他认定 他妹早就打上了房子的主意 现在已经不是创业需要钱 而是遗产 会不会被人夺走的问题 想想你爸喜欢什么 投其所好 陈飞听我建议 眯起眼睛 他几乎心思都在争房产上 无暇顾及创业 这可不行 还好他有一个靠谱的合伙人 因为我总跟陈飞提创业建议 他干脆带我和合伙人见面 让我们直接沟通 推进业务 我的话语全变大了 合伙人肚明赞叹我的想法 执行力很强 把儿童房家庄 当作主线去推进 这期间 我经常到富婆家附近晃悠 只要是保姆单独六娃 我就凑上去 家常里短的和他聊 我把他家的情况摸了个透 富婆的喜好 连颜色和风格我都了解到 我整理好设计需求 交给杜明 都按富婆喜欢的来 我告诉杜明 这会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客户 对了 这个房间 不能有任何污染 而且要适合一个生病的孩子居住 杜明什么也没多说 小姑子上辈子给人当小三 怀了孕又打掉 被原配当街辱骂 我本来不想管他 他却找上我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已婚人士 我问是不是很有钱 他点点头 他问我要不要靠孩子上位 我坚定否决 对不起 谁投胎到他肚子里 都要倒霉 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千万不要 现在有钱人不吃这套了 我告诉他 不要倒贴 若即若离 才是迷倒 对方的关键 小姑子半信半疑 主要 你现在也不应该把精力 放在这上面 房子的事还没搞定呢 他狐疑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找我掏心掏肺 只为套出我这个大姐的话 嫂子 以你的立场 说这话也不合适啊 我笑了笑 说这是他们家的事 我捞不到任何好处 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家四分五裂 你知道 我爸妈一直不想我跟你哥结婚 分房的事 恐怕又要成为他们的谈资了 大概我给他们的印象 实在太老实 太唯唯诺诺 他们反倒不怀疑我 看你们都要把房拿到自己手里 难免要打架 小姑子顺势瞪大了眼睛 现在 他至少认为 他哥准备独吞房子了 他得到了想知道的 很快离开 陈飞却怕他妹整天给他爸吹耳边风 把大量时间花在他爸身上 他带他爸去歌厅舞厅按摩厅 因为他能想到的老爷子的爱好 也就这些了 一天 陈飞气冲冲的来找我 刚一进门 就踹翻我的鞋柜 如果我站他面前 现在倒在地上的就是我 他愿我给他出了烂主意 我承认 可不知他说的是哪个 还没等我问 陈飞就说他爸染上了花柳病 那怎么怪我 你让我投其所好 可我也没让你 他摆了摆手 说算了 都怪他爸自己 陈飞解释 带他爸休闲娱乐 本来只想拉拢讨好 但没想到他爸自己开发出了新玩法 我不得不感叹 本性难移 到了他家 陈飞他爸正闭着眼 头靠在沙发上 小姑子一看见我们 立刻叫起来 陈飞你还有脸来 看你把爸害成什么样了 被妹妹指着鼻子骂 陈飞也爆发了怨气 什么叫我害的 还不是你心眼多 我心眼多 下个月妈出狱 我看你怎么办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我拉住陈飞 让两边冷静一下 他爸还是眯着眼 没有任何反应 我看着这家人真是可悲 你听见了 下个月他妈出狱 卖房得加快 出门之后 陈飞和我说 现在这妈究竟是谁的 她已经分得很轻了 趁小姑子去优惠 我单独去了趟陈飞家 陈飞他爸脸色极差 腰都支不起来 他以为我是替陈飞游说他卖房的 可我告诉陈飞他爸 他得先为自己考虑 看病维持生命 需要大量的钱 房子光 摆在这可不能治病 而且下个月阿姨出狱 看见他老伴的这么个病 不知道什么态度 他觉得有道理 听我说下去 我告诉他 现在卖房 把钱握在自己手里 是最合适的 那陈飞和他妹征这么凶 不给了 不是不给 只是您得治病 得生活 如果有富裕的 能给 当然是好的 陈飞他爸点点头 说没想到我这个未来的儿媳 这么孝顺 他爸和谁都没说 自己就把房子卖了 然后到郊区租了个房 给了陈飞十万 只够他创业的零头 陈飞气疯了 要和他爸断绝父子关系 他还怀疑剩下的钱是给了他妹 对他妹更恨 小姑子更惨 房子卖了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想带着钱给人头怀送抱 没门 陈飞说的 是他妹给人当小三 分了房钱 跑到有钱人那去了 他联系上这男人的原配 告诉他 有人给他戴绿帽子 陈飞指的当然是他妹 等我妹来求我 我就让他把私吞的钱先还我 我冷眼旁观他们家的闹剧 小姑子被原配发现 再现了他妈和寡妇间的大战 只不过 这次被打的是小姑子 原配飞汉 直接在小姑子脸上留了疤 有钱人看情况不妙 花钱摆平 回到原配身边 小姑子人何钱都没得到 怎么样 让你别给人当小三 哥哥的话不听 我和陈飞去医院 他幸灾乐祸 完全不像探视病人 小姑子头上还缠着绷带 脸色灰白 他还不知道自己这副样子 就是拜他哥所赐 爸不是给了你很多钱 你还专程来笑话我 你别给我装了 钱都到你手里了 兄妹两个都觉得 对方拿了更多的钱 而真实情况 只有陈飞 他爸知道了 可惜 他们谁也不会信他的话 富婆家的儿童室内设计图做好了 我又让人改了不下十遍 我对这间房的执着 已经超过了他的使用功能 想到那可怜的孩子 要受这样的罪 我心里愈发不好受 我才明白 我是想给那个孩子 一个最好的环境 我把上一世对女儿的遗憾 投射到这个小家伙上 虽然上辈子 陈飞到了富婆身边 我这样的做法 显得有些可笑 可是见了那孩子 我就忘了什么恩怨 那是陈飞自己的问题 所以当我拿出设计图给富婆看时 她惊讶地合不上嘴 那时候她的孩子刚刚查出生病 也是她最憔悴的时候 她不知道她的儿子还能活多久 只想给她一个王国 一片天地 而这张图里展示的 是她最理想的乐园 我告诉她设计的理念 她说 这简直就像专门为她准备的 我笑笑 这只是礼物之一 她果然成了我们的第一位客人 出乎意料地是 杜明向我示好 我因为脑子里装满了恨 忽略了她 我想到 她确实对我颇为照顾 而且我提出的想法 她只有信任 从来照做 可我没有开始一段关系的打算 陈飞伤我太深 我拒绝了杜明 继续把注意力放在正在做的事上 因为妇婆家的业务 陈飞终于与妇婆相遇 正是她缺钱和不甘心的时候 她几乎就像飞蛾 一猛子扑了过去 展开公式 妇婆的老公常年不回家 孩子生病 正情感空虚 陈飞上赶着嘘寒问暖 还把自己包装成创业成功人士 看起来门当户对 我从妇婆的保姆那听说 陈飞愿意替妇婆养生病的孩子 要知道上一世 我们亲生的孩子生病 她都无情放弃 拒绝医治 离我们而去 我握紧了拳头 她总算如愿 抱上了妇婆的大腿 而她的如愿 就是我的如愿 我决定装傻 直到杜明提醒我 陈飞和妇婆走得有些近 你以为这么说 我就会和你好了 她被我猴得愣住 声势更低 我只是怕你受伤 我一下子很后悔 不知道为什么和杜明发火 大概我心里的委屈 还是太深 深到这一世也化解不掉 对不起 我向杜明道歉 匆匆离开 陈飞难得找我一次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联系我 给你打电话也不见 我质问她 你也知道 业务多了 忙 而且 这不我妈出狱了吗 这种时候 后妈又拿来当亲妈用了 她告诉我 她妈本来就在监狱里过得不好 瘦了很多 还精神衰弱 出来发现房子没了 老公得了性病 受了刺激 人都崩溃了 这我倒是知道 因为小姑子又来找我借钱 我当然直接拒绝 他们娘俩不是没钱 只是考虑到我这个未来的儿媳 该有出力的义务 之后每次来 陈飞都拿出力 她后妈的是当借口 她现在彻底疯了 天天到那寡妇家门口骂 难听得不行 寡妇受不了 搬家了 我静静听着她家的新闻 觉得发生什么都不算离奇 她妹渐渐忍不了她妈发疯 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小三 觉得她妈就是在骂她 寡妇搬走 她还是过去骂 最后只能给她送精神病院了 明明上一秒还当八卦说 最后还忍不住叹了口气 她迅速瞟了我一眼 我家里发生这么多的事 你会不会不愿意跟我了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我坚定地摇摇头 怎么会呢 我一直和你说 我要和你结婚 不是和你家人 那一秒 她露出嫌弃的表情 在她眼里 我成了一块甩不掉的羔羊 她勉强点头 念叨着那就好 你妹怎么样 她 哼 还没给我吐出一分钱来 我和她没完 她说 她又搞黄了她妹的新恋情 臣飞得意地说 总有一天她会来求她 哭着把钱还给她 我又到富珀家附近散步 保姆一脸愁容 说孩子的肾病愈发严重 需要换肾 哪那么容易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时候到了 没听她说完 我就迅速离开 回去后 我准备好之前的体检资料 检查完备 匿名寄给富婆 快递显示本人签收 富婆一旦知道 自会有她的办法解决 谁会放任自己生病的孩子 不管呢 陈飞几乎再没找过我 我倒打过去几个电话 装装样子 她最后一次找我 是来和我分手的 我实在懒得要死要活 只是问她近况 陈飞说 富婆离了婚 要和她结婚 我一度以为 富婆拿她当真爱了 因为孩子生病的事还没解决 直到几个月后 传来陈飞的死讯 那是一个下午 我正在会议室开会 听说她拿着富婆的钱 在国外逍遥时 出了车祸 我急着去问保姆 孩子怎么样 她说 孩子最近已找到了 合适的肾配型 完成了手术 时间点与陈飞的死期吻合 富婆原来下了这么大一盘棋 手段这么激烈 但做得滴水不漏 我没去参加葬礼 因为没有丝毫伤心 也并不后悔 不久以后 远远看见那孩子恢复 已经能跑能跳 我高兴地流了泪 我忽然感到晕眩 像被抽走了身体里沉重的部分 倒了下去 醒来后我在医院 我怀着极度的恐惧 怕自己只是做了梦 醒来又要延续上一世的痛苦 还好杜明走来 她的出现 让我踏实 该完成的都完成了 我愣了很久 随即笑了 她接着说 我等你很久了 之后 富婆投资了我们的家装公司 我们精益求精 做好业务 终于在业内站稳脚步 我和杜明的感情水到渠成 不仅结了婚 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这一世 我的女儿健康平安地长大 我和杜明的感情水到渠成